從來美國未見過一個競爭對手 是能夠好像中國現在 在很多環節方面都是迎頭趕上 GDP已經很接近美國 這是歷來第一次這麼巨大的威脅 所以它是出盡發佈 去維護自己的利益 處處打壓中國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何樂生認為 美國連串針對中國企業的制裁舉動 確實可以拖慢中國的崛起 但不代表中國因此無法競爭 他形容美方的制裁是一把雙印劍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來說 很多科技都是多方合作 才造成的 你說要完全沒有美國科技內容在裏面的東西 變成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這不單是拖慢中國的進步 亦是拖慢美國和其他地方的進步 很多學者已經找出很多證據 看到對中國多徵的關稅 很多都是消費者付出的 如果你進一步和中國所謂decouple 一定是會令到通脹的情況更加嚴重 打擊了國際產業鏈 很多東西都會貴 貴的時間它會怎樣 它有迫於加息 加息是很嚴重的 因為對美國來說 債務沒有這麼大的時間 一加息的時間 它真的會爆煲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希望當民間的痛苦越大 就有一個很大的渴望 包括企業都渴望 給予政府壓力 即是與中國和解 面對美方的制裁 中國已經作出反制裁的回應 有意見更加認為 香港亦都應該反制裁美國 不過何樂生就認為可免則免 為什麼呢 用的時間當然殺傷力都幾大 直接真的會影響到香港 所謂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短痛的意思就是說 美國一樣很痛 即是香港一樣很痛 大家知道 其實香港這個市場 是美國在貿易上順差最大的市場 但如果你說它命環不寧 真是進一步打壓 你有時都很難要避免 要用這麼極端的手段 甚至乎可以不買美國貨 不買美國貨 即是乖戈它 大家的傷害會很大 不買美國貨 就算是美國貨 很不買美國貨